欢迎收看本节目 非常温暖 同时她还背着一个白色玩偶保护垫 以防头部摔倒 看起来非常呆猛 被李白牵着的是两人的女儿 小女孩穿着小风衣和裙子 戴着粉色帽子 背着和另一个宝宝一样的保护垫 看起来非常可爱精致 像是洋娃娃 据拍照的人说 最开始是撒贝宁的女儿 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因为她的穿着和包包都太可爱了 没想到仔细一看 牵着她的是撒贝宁 李白夫妇 2019年末 有网友爆出了撒贝宁的妻子 已经生产的消息 有媒体向撒贝宁方面的工作人员求证 对方表示谢谢网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 同时还表示不希望占用太多的公共资源 只希望大家能以更多的爱祝福他们 按照时间来算 她的两个孩子如今已经一岁多了 在工作人员回应了不久后 撒贝宁便在私人朋友圈分享了李白的孕妇照片 还有两只小手 一黑一红的两只鞋子 暗示自己有了一对龙凤胎 同时撒贝宁还温柔地配文 我们的旅途开始了 她配上了两颗小星星 想必他们就代表着她的一双儿女 孩子对她来说就是旅途中最美好的礼物 李白也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写出了对于两个孩子的告白 称他们两个小星星 还说自己和撒贝宁的心永远属于他们 同时她还透露了两个孩子的生日 12月10日 撒贝宁夫妇可以说是非常有名 撒贝宁作为央视的扛靶子 不仅能主持严肃的今日说法节目 其幽默的谈吐 丰富的知识素养 以及缜密的逻辑推理 也让她在明星大侦探节目中大放异彩 她在明星大侦探中的表现 屡次受到网友们的肯定 作为一个戏精 撒贝宁常常融入剧情 用生动的表情和肢体语言 让观众们身临其境 撒老师为这个节目贡献了许多名场面和梗 作为主持人 撒贝宁兼固幽默和知识性 同时她还贡献了许多出圈的表情包和言论 比如北大海行 受到了许多观众的喜爱 作为撒贝宁的妻子 李白的履历也是令人咋舌 出生于英国的她 在北京大学拿到了教育学博士 是当仁不让的高学历人才 此外 李白还曾经是五周畅想中的一员 曾经在吉尼斯世界纪录中华区工作 任裁判一职 在节目中 她温柔知性又大方 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在她和撒贝宁相遇后 他们很快就相爱了 在16年3月时领证 并在同年的5月 与武汉举办了婚礼 让爱情开花结果 在和撒贝宁结婚后 她成为了某个教育机构的创始人 在公众面前出现的次数逐渐变少了 不得不说 她们真能称得上是郎才女貌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